关注不迷路,每天更新故事,先点赞收藏再看哦。 清朝雍正年间,归州有户姓凡的大户,家主凡园外与老伴王氏相濡以沫。 凡园外膝下两子一女,长子凡红娶妻郭氏,生有一子一女,次子凡园娶妻张氏,生有二子,女儿草已出嫁,生活幸福。 凡家在城内有几间店铺,乡下又有几十请良天,可谓家财万贯,人丁兴旺。 掌管一个豪富之家,重要的是公平,凡园外对待两个儿子也是这样。 这年秋末,王氏生了大病,悉心救治才得痊愈,郎中建议王氏要清心静养,凡园外对发起感情深厚,便与王氏搬到西宅居住,只留一个丫鬟伺候,家中生意全权交给两个儿子打理,由管家度尽辅佐。 凡园外交代家人,没有特殊事情不要到西宅打扰,以便让妻子王氏安心静养。 凡园外长家是一团和气,他这一放手,矛盾慢慢显现出来,郭氏与张氏这轴里俩,都是精于算计之人,各自打着小散盘,都想在公婆去世后多占家产。 凡园外与凡园兄弟二人相处还算和睦,其心打理家中产业,对将来家产分配倒是没有多想,但为了争取父亲的青睐,私下也是叫着进儿。 这一年,凡园外的女婿考中进士,被任命为渔航之县,便亲自派人将岳父岳母接到渔航敬养。 凡园外将家务交于长子凡宏赞代,而后带着妻子王氏随女儿去了渔航。 凡园外夫妇走后没几天便是端午佳节,凡宏赞代家务,宅内事务自然由郭氏负责。 郭氏按照以往惯例,给宅内众人分发粽子。张氏喜欢吃甜粽,随之丫鬟小玉拿来粽子后,张氏发现有几个肉粽。 原本这只是件小事,但张氏对嫂子长家本就不服,加上二人向来不睦,私下较劲。 所以张氏以为是嫂子故意为之,便跑到厨房训斥如骂厨娘,言语之间充满着对嫂子的不满。 旁敲侧击的话,郭氏自然听得出来,他不甘示弱,出言讥讽了两句,亏得管家杜敬打圆场,事情才没有闹大。 几日后是张氏母亲的生日,恰好凡家兄弟下乡不在,他便叫着管家杜敬,去自家铺子挑不了,凡员万有规定,家人拿不也要交钱,同时做好记录,方便作账。 张氏给了银子后,想起前几天嫂子娘家妹妹出嫁,他拿了两匹布做贺礼,便翻看账簿,想知道大哥大嫂拿布是不是也要交钱,结果翻了一顿却没找到记录。 回去的路上,张氏问杜敬,杜管家,我大嫂拿布也要交钱吗?杜敬答道,老爷定的规矩,谁也不能破坏的。 张氏笑着说,可前几天大嫂拿过布,账布上却没有记录,看来当家就是不一样啊。 杜敬赶紧说,二少奶奶多想多,大少爷不会这样的,改天我问问铺子的账房,八成是忘记写了。 张氏很在意这件事,两日后就追问杜敬,杜敬说,小的问过,账房说大少奶奶没在铺子拿布。 当天晚上,张氏将大哥大嫂占便宜的事告诉了丈夫,凡员虽然和大哥争宠,但他了解大哥的为人,不相信此事是真的,张氏暗骂丈夫愚蠢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张氏处处与郭氏作对,这轴里俩都是泼辣之人,谁都不肯低头。 樊红与樊元兄弟虽然和睦,但在妻子枕变风的影响下,也变得貌合神离,暗中挤兑。 家中的这些暗勇,远在于行休养的樊元外夫妇并不知情。 这日赏悟,张氏的小儿子玉宝,在花园玩耍不慎掉进堂里,玉宝被救醒后,张氏询问他坠堂原因,玉宝说是被人推下去的,至于是谁下的毒手,并没有看到。 花园在东宅院,大哥大嫂住在那里,张氏怀疑是大嫂生了歹心,想害自己的儿子,他私下询问,得知赏悟时分,只见到郭氏的丫鬟彩儿,在花园旁出现过。 张氏气愤,直接去到大嫂房中,质问彩儿。彩儿承认赏悟在花园旁经过,见到玉宝小少爷在玩耍,自己还提醒他要小心,但绝没有推他下堂。 彩儿的话张氏自然不信,等晚上樊宏兄弟二人回来后,张氏便让大哥对彩儿行家法,调查真相。 郭氏认为惩戒彩儿就是伤了自己的面子,坚决不同意,樊宏也认为这样会影响自己当家,也就反对,结果兄弟二人吵了一架,不欢而散。 半个月后,樊家药铺的掌柜张五,去外地进药材,回来时遇到大雨,张五赶紧让伙计们将马车盖上雨布。 谁知雨布上有漏洞,搞得辆车要才泡了水。 樊宏按照规定,让张五赔了此次的损失,张五是张氏的亲叔叔。 樊元夫妇认为大哥的处理时有意为之,诚心打压自己房头儿的人,因此找到大哥理论。 结果兄弟二人还是闹得不欢而散。 半月后的一天,因铺子有事,樊宏便叫杜静一起住在铺子中,或是刚刚睡下,不想床上出现一条毒蛇。 九岁的儿子玉天被咬伤,郎中尽力救治,也没能挽回天宝的性命。 樊宏夫妇悲痛不已,张氏娘家从事药材生意,经常收购毒蛇做药饮。 樊宏夫妇便怀疑是张氏下的毒手。 玉天下葬的第二天,樊宏心情悲愤,独自在宅内凉亭喝酒,侄子天宝跑过来找大伯玩耍。 樊宏平时很喜欢这个侄子,但亲生儿子新王,弟弟和弟媳又有嫌疑,酒醉得他心中有恨,便狠狠推开了玉宝,结果玉宝从凉亭上滚下,磕得头部血流。 樊元夫妇见儿子满头是血,冲上去暴打大哥樊宏,还要拉他去见官。 樊宏本就烦躁,结果怒从心起与弟弟弟媳撕打在一起,郭氏闻的打麻生也赶来帮忙。 樊元愤怒之下,一把将嫂子推到,郭氏磕破头晕倒当场,妻子被摔晕,自己还被弟弟弟媳抓破了脸,当着下人丢尽了面子。 樊宏暴怒,恰好管家杜金正拿着铁锹打此路过,准备去花园栽树。 樊宏顺手夺过铁锹,照着弟弟弟媳就打。 樊宏被哥哥当场打死,张氏也受了重伤,出了人命,自然要报官,杜金则即刻命人前去渔航,将家中惨剧通知老爷。 但樊元外夫妇赶回家中时,长子樊宏以误杀罪以被判账一百,徒两年。 此时张氏的伤情已经好转,但小儿子天宝却因伤重夭折了,郭氏摔得很重,也已卧床不起。 樊宏被打了一百仗,遣送到驿站劳役,杜金虽然打电钱财,没让樊宏继续受罪,但樊宏养尊处优惯了,哪里受得了这种日子。 结果账伤加重,樊元外回来的第三天就死在了驿站。 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去世,大儿媳还卧病不起,家中惨剧让王氏肝肠寸断,路上就病倒了,回家十日后也去世了。 家庭惨变让樊元外劳累纵横,心痛不已,但他自幼受苦,白手起家正下偌大家业,知道自己千万不能倒下。 樊元外强撑着身子,处理了家人的后事,然后将几家铺子和乡下田地重新梳理,经过两个多月的操劳。 樊家产业也重新走上正轨。 此时的樊家宅院,除了原本的那些下人,就剩下樊元外,大儿媳郭氏,孙女玉婴,二儿媳张氏和孙子玉姐。 樊元外六时有五了,看到此景不禁老累纵横。 又过了两个月,郭氏病愈,他与弟媳张氏此时也悔恨不已,都是二人的小肚鸡肠,搞得家险破,人已亡,轴里二人痛定思痛,跪在公共面前忏悔。 樊元外不愧精力丰富,听完两个儿媳讲述的种种过往,几个月来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,实在太过巧合,不免心中起疑。 樊元外没有明说,只交代儿媳抛弃过往的隔阂,一起担起宅内事务,自己则私下调查。 铺子的掌柜和伙计,包括宅中的下人,大多都是跟随樊元外多年的老人,对老东家十分忠诚,樊元外私下查询与不漏税,预保坠堂以及预天被毒蛇咬死之事。 经过一个多月的密查,樊元外将怀疑对象放在管家杜敬身上。 几天后,樊元外派杜敬去常德府收债,杜敬一走,樊元外便公开调查几件事。 马夫蔡六首当其冲被质问,在老东家的威吓下,蔡六说当日看到是杜敬推玉宝下的糖,杜敬给了自己五十两银子,还加以恐吓,杜敬身为管家,有钱将自己辞退,所以就没敢说出真相。 跟随张五运药材的伙计李二爷讲了真话,还收了杜敬一百两,偷偷剪破了羽布。 至于毒蛇之事,樊元外相信是杜敬所为,因为他懂得捕蛇,了解这些情况后,樊元外请人写了壮旨递交衙门,杜敬从归德回来刚进城,就被抓到衙门树审。 知道事情败露,杜敬也没有狡辩,承认几件事都是自己所为,隐藏在他心中的恶念,也暴露无遗。 杜敬父亲年轻时就跟着樊元外,樊元外对下人很好,初前为杜敬的父亲娶了妻子,后来就有了杜敬。 有一年,樊元外去外地走伤,不慎落水,杜敬父亲拼命将其救弃,自己却立即溺亡。 樊元外感恩杜敬的父亲,多年来对杜敬一家十分照顾,为杜敬娶妻,待若亲人。 后来还让杜敬做了管家,每年分给他的红利,比伙计下人们加在一起都要多。 杜敬没有遗传父亲的忠意,反而心胸狭窄,他认为没有父亲就没有樊家的今天。 总觉得樊家亏待自己,樊家越富有,这种心力就越强烈。 后来樊元外年纪大了,家世很少过问,这让杜敬觉得机会来了,他解樊家儿戏不和。 兄弟相争的机会,暗中挑拨离间,一手导演了樊家的悲剧。 杜敬想着遭此打击,樊元外八成活不了多久,到时候自己就可以从中余力。 想不到樊元外如此老辣,轻而易举就识破了他的阴谋。 案情后续,智州大人认为杜敬心肠过于歹毒,还亲自放毒蛇咬死玉天,此等下人实在可恶,便判其凌迟,不久后行不下文,何准凌迟之行? 虎豹不堪其,人心格杜辟杜敬这等下人真是丧尽天良,毫无感恩可言。 最后落得凌迟之行,也是就由自取了。 家和万事心这话果然不假,杜敬此人却是可恶, 但若樊家兄弟和轴里之间没有隔阂,杜敬的奸绩又怎能得逞呢? 正所谓城池在坚固,只要内部有了松洞,也会瞬间崩塌。 好了,本期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,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,如果想看更多故事,欢迎关注。